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小客车被火车平行挤压道 引擎盖几乎变形 车灯掉落 平交道的路口耗置 全岛毁损也严重 车祸发生原因疑似是小客车 这个驾车没有听到小火车的警鸣声 闯入平交道 警方后续将离清责任归属 而台铁则表示 小火车上的100多名乘客一切平安 但是行程被耽误了一个半小时 以节气来说今天是春分 但是以天气来说今天宛如夏天 西半部地区中午高温上看30度 像是云林的谷坑就来到了33.4度 真的算热了 而台东地区因为这个过山沉降的作用 目前当地最高温是31.9度 温度还可能更高 不过明天有封面通过 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北部东北部天气会明显转凉 高温有7到8度的降幅 星期五随着封面的影响 北台湾从白天一开始就会感受到 天气明显的转凉 也会有下雨的现象 明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 大概会有10度左右的落差 明天北部的高温预计 大概只有22度左右 至于中部南部受到影响的时间 会比较晚一点 大概是从明天的傍晚 入夜之后才会逐渐的转凉 下雨的机会也会稍微提高 在星期六一整天到星期天的清晨 受到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季风增强 全台各地都可以明显感受到 转成比较偏冷冷凉凉的天气形态 那加上因为水气比较多 所以我们预估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星辰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的山区 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太阳露脸 天气稳定 白天西半部高温会达到30度以上 中南部气温更是炎热 不过要注意的是 明天凌晨开始 东北风就会抵达台湾北部 到时候高温会大幅下滑 预计周末清晨低温 会下滑到15-16度左右 空旷地区可能还会更低 而且中部以北地区 也会有下短暂雨的机会 由于高温和今天相比的话 会有7-8度的温差 请大家要注意保暖穿着 尤其是天气忽冷忽热 容易感冒 关系国际间的重要大事 这是一起校车绑架金魂 是在意大利米兰郊区 发生了一起挟持校车 纵火烧车的事件 在当时车上有50多名的尸身 还好学生接紧地打电话求助 警方及时赶到救人化解危机 而出不了解 凶贤是为了抗议难民在地中海 内壁的惨剧不断地发生 用这种方式要政府负责 焦黑的公车骨架还冒着烟 这辆车上的人 前不久刚经历一场惊魂忌 意大利米兰郊区公路上 发生火警 一名塞内加尔役的校车司机 挟持车上51位学生 和三名老师 并且泼气油纵火烧车 后来有激警孩童 想办法打电话求救 警方才能及时赶到 打破车窗 所有人都在全车着火前下车 幸好没造成人员死亡 执法单位也掌握到 司机犯案动机的初步证据 凶手被逮捕的时候扬言 意大利官员要为难民的悲剧负责 其实根据联合国统计 去年在地中海丧生的难民 超过2000人 这周二又发生几十位难民 想偷渡到欧洲 其中10人却溺斃在 利比亚海岸的悲剧 而意大利政府为了降低死亡率 下令关闭救难船港口 借此打消难民来欧洲的念头 但要不是在家乡无法生活 有谁愿意冒死逃离 大海新闻 郑玉轩编译 持续关心热带气旋 一带扫过东非造成了 星巴威 马拉威和莫三比克 三国灾情惨重 已经有超过360人丧命 而现在也正值当地的雨季 先前的洪灾还没消退 未来几天恐怕又会开始降雨 这让救灾进度更加缓慢 而莫三比克通往内陆的 道路严重的受阻 导致中部地区面临物资短缺危机 清运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灾后环境 一带气泉在东非莫三比克 带来惨重灾情 人口约有50万的大臣贝拉市 惨遭重创 当地基础建设几乎全毁 虽然目前物资已经抵达贝拉市 但多条通往内陆的主要道路中断 物资无法深入灾区 导致中部地区缺乏食物和燃料 从空中往下看 屋顶上密密麻麻 全是等待救援的民众 可见洪水当时来得有多快 由于当地目前正值雨季 一带横扫过后 加上持续的降雨 让救灾进度更加缓慢 而同样是重灾区的马拉威 因为道路严重损毁 孩子们的学习成了一大难题 另外部分学校受损严重 没有损毁的则被当作避难中心使用 老师们只好带着学生 在简陋的环境上课 气象预报显示 当地在未来几天 甚至到几个星期 都会持续降下好雨 灾区的情况恐怕越来越不乐观 大爱新闻杨情编译 好 救灾重建 这里走在最前 驰援东非一带风灾 此际在马拉威 持续在布兰带东北近郊的部落 为灾民原建兼顾的砖造房屋 除了南非德本跨国团队来支援 还有马拉威志工以及在地军民全都投入 大家分工合作 开通年龄道路 也长途跋涉取水 依克服搬运水泥砖头以及水源 要烹煮食物的南起 刚刚下了一场 不是很大的雨 我们去去试试一下各个前地 雨后家访得先越过小溪 访试脚步越深入 看见越多需要原建的地方 在运沙时必须把道路整顿好 范围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一条路给开好 有坑坑洞洞的地方也是要修补 五分男女卖力产土 他们是开路先锋 当地人的家都是这般风雨飘摇 外观仿造砖头形状 其实是完全用泥土搭成的土胚房 稻草一铺就是屋顶 相较于瓷界的原建 使用质地坚硬的红砖 搭配水泥巩固 要给的是真正遮风避雨的家 这一次是为灾民来重建他们家园 老板也答应 这周末礼拜六礼拜天 他愿意不要运费来送这些水泥 为了供餐给志工建筑工人 以及来帮忙的当地居民 香机组也由德本的阿玛吉志工 从最基本教起 入境随俗 主食是由玉米粉做成的西马 加上几道当地风味菜 就是大火的营养补给 要煮饭 要盖房 都得取水 单烫两公里 上坡 下坡考验角力 如同修行 我陪他们走那一段 我心里在想 他们愿意付出无所求 那这个精神是 我也想不到的事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能够这样子的付出 这位玛拉威志工 每天来付出都是自费坐大巴 再换小巴 单烫两个半小时 或许他们从没听过 有怨有力这句话 但却都正在身体力行 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周宪斌 玛拉威报道 这里是新院琴 哈萨克强人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周二宣布辞职 卸下三十年总统职位 代理总统隔天就职 宣布更改首都名称 塔萨克的代理总统 由国会参议院主席托巴耶 托卡耶夫担任 任期将会站在到明年四月的 下一次总统大选为止 托卡耶夫就职这天 宣布把首都名称 从阿斯塔纳改为努尔苏丹 以对前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敬意 努尔苏丹的意思 是有苏丹之光的意思 另一方面 国会参议院主席 则由前总统55岁的长女 纳瑞加来接任 这个位子的政治权利 仅次于总统 而且 达瑞加长期以来 被视为前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 这个关键时刻 接任国会主席 让她成为 下一任总统的潜在竞争者 联合国妇女大会 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 慈激基金会也有代表与会 这次也希望结合年轻力量 透过会外论坛 与其他组织 关心妇女与儿童权益 联合国妇女大会会外论坛 慈激基金会邀请相关单位 关心妇女与儿童议题 我看到慈激跟不同的 这些组织NGO的这种合作 连结跟合作 对于这种女孩子们的教育 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慈激已经做了很多 然后在国际上 我们也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说 由上人领导了这样的一个 慈激的组织 来自叙利亚难民多信仰 联盟人道救援组织的雅赫 到美国三年 从没有放弃帮助受苦难的同胞 我们开始想想想想想想 How we can How we can protect ourselves How we can to other civil society that can protect us from that regime And we started to build hospitals It's like, when I say hospitals and schools It's very basic things 予會者包括日本 美國 耐吉利亞等NGO代表 希望集思廣益 為全球婦女兒童 找尋更好的生活環境 帶來新聞週數滿 邱品豪美國報導 台南的泰康國小60年老學校 校舍拆除重建 此季援建9間組合教室 解決重建期間教室不足的問題 而目前正在鋪設連鎖磚 校長特別做了安排 安排3到6年級的學生一起加入 動手來付出 也用行動感恩志工 Polo3短褲台南柳營泰康國小校長 一洗青裝領著3到6年級的學生鋪連鎖磚 烈日下這一手一手傳遞的磚塊重2.5公斤 學生體會深 你可以體會到阿姨和叔叔的辛苦 謝謝教會幫我們蓋一個祖父 也是一種具體活動回報跟感恩的行為 那改天我們長大之後行有餘力的時候呢 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 我們就像慈激的師兄師姐一樣 那盡我們一己之力 5 6 7 8 泰康國小是一所60年的老學校 逐年增建老被燒的建築 因為老舅又遇上多次的災害 暗藏危機 教育局平定重建 但教育不能等刺激原建組合教室 你蓋教室可能要兩年 一年多到兩年的時間 這裡學生老師就不得通的了 校長說沒有你們去教育一年期 是這邊有拿到9000 這麼多磚頭那要鋪幾天 我今天看到我有點嚇一跳 比我想像中來得多很多很多人 動員力很強 令人佩服的動員力來自無私的愛 志工全力投入 希望能趕快完成 加快學校重建腳步 也讓學生學習更安心 大愛新聞 潘映珍珍瑞評審 接廟台南報導 的確 讓孩子學習更安心 組合教室在這裡就發揮了新功能 也在台南市這一所龍岡國小 第二期四間組合教室啟用 學生不必擠在活動中心裡頭 他們把這個心情畫出來 又唱又跳慈激志工帶來歡樂 龍岡國小的小朋友 也準備了精彩節目 全校八十幾位小朋友和老師 邀志工齊聚為的就是這一課 請接牌 我的師姐年紀很大囉 滿頭都白髮 可是她還是跟著一起扛那個梁 或者拿那個鋼碼屋頂 我點點滴滴看在眼裡 感動在心裡 貼你們的人偶 這份歡喜老師和學生也深刻感受 他們要一起把心目中的慈激和感動畫出來 很漂亮 然後又謝謝慈激 更大 還要更舒適 比較有趣 在小朋友心中 此季不只愛他們也愛這個地球 而每一幅的作品都寫著大大的感恩 志工的心 甜蜜蜜 看到他們那個軟硬體都弄得很具权 學生在裡面練書 應該都會有一個很舒適的 又安全的環境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欣慰 志工也準備了禮物和小朋友結好圓 更要祝福他們在學校重建期間 也能安心快樂成長 大愛新聞珍珊美志工潘玉珍 黃威然 台南報導 看看她的故事 先天勢力障礙 靠著一雙手摸索來做環保 正是環保志工邱允頓 現年68歲 勢力嚴重惡化 已經接近失明 不過她可是村子裡頭 做環保的主力軍 五年來天天投入 愛的視野無限遼闊 邱家門前空地成了錯上村 村民的臨時環保點 環保志工邱允頓精進失明 靠一雙手慢慢摸索 分類整理的很整齊 她的村民也是在影響三名 她有帶來 三個爪子穿上村 我們在家裡都在城裡 整齊 這樣 五年來不管昼夜或路途遙遠 只要有人打電話來 邱靖智就開著 社區志工合資買的三輪車回收 剛開始做回收還用手提 用扁蛋挑 做環保一來救地球 未來之後 我們做中生有什麼困難的 我們就可以去幫助補助 邱雲頓布滿歲月痕跡的臉 總是掛著笑容 助人為樂的他 還與志工們一起入戶關懷 心動不變者 從來直吐來 道理 山邊說 其實你在關懷的 list 關懷的住 pod 就是我們在來 一樣的家之,友 splendida 很多人在旗倒露 乾涂溜的差拉 水星 流星、水星 水頭路 漸湯 juvenile那些燥塵 кров 岳到陸 久久沒感覺幸福 我們沒去過 我們沒去過 這麼幸福就感到幸福 邱允頓曾為家庭生計 辛苦奔波 如今兒女成家立業 仍保持簡單生活的幸福 帶一新聞 這是美知公施田田 鄭專生 邱端福建報導 此季的環保力量 也著實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來自大陸武漢的 房地產集團總裁劉棟明 率領旗下企業主管 來台灣參加近似生活營 還專程到台中花博 帶環保科技人文館參訪 實業家們對於綠色環保科技 能夠畫腐朽 畫無用 為神奇都感到非常驚訝 也做了連結 希望能夠把這些環保概念 帶回集團所興建的社區 落實在當地 從寶特瓶回收 溶解 抽砂 織布 一路看到透過環保科技 做成的各項產品 來自大陸武漢的實業家們感到驚訝 我椅子中扔掉了這些垃圾 然後在這個地方反映出來 它是變成了一個 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科技產品 在這裡讓我們非常感到震驚 就連平凡無奇的打包袋 回收也能做成精緻作品 讓實業家們讚不絕口 我們有很多的打包袋 吸管這些做都可以在寵物利用以後 他們覺得很驚訝 說這個東西以後我們可以帶回去 我們的社區裡面 來自大陸武漢的實業家參訪團 來到大海環保科技人文館 每一站都仔細聆聽 尤其參訪團成員在大陸經營的主業是房地產 立刻想到可以應用在當地 回去以後我們準備開展這樣一種環保社區的 這樣一種理念 號召我們所有的社區的居民 做這個環保概念 透過參訪經驗 環保精神跨海分享 讓更多人能夠在環保這條路上 共知共事共行 大愛新聞 張桂丹 廖學信 林盛茂 台中報導 民眾想查詢就醫記錄 不必親自到醫院 只要使用健康存折就能知道 健康存折從2014年到2月底為止 登記人數達到107萬人 使用更高達了1080萬人次 健保署結合醫療資訊 與健康管理產業合作 給第三方APP來分析 讓資料更有效運用 民眾可以決定是否要提供健康存折的數據 一打開健康存折就一記錄一目了然 現在健保署結合相關醫療資訊業者 只要下載APP就能提供血糖疾病管理 或整合健康數據進行風險分析 讓線上醫療專家 依照你的健康存折數據給予建議 民眾可以提供自我的血壓記錄 或是運動習慣等給合作APP 進行更詳細的健康管理 但要是有不想透的病例資料又該怎麼做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自主性的想法 我想要選擇什麼樣的資料的內容 我可能有些東西是不想要告訴人家的 我可以不選擇 有民眾的自主選擇 把這些相關的資料釋放出來 健保署也鼓勵醫療院所能 盡速更新就醫記錄或檢驗報告 讓數據能夠更及時與APP做連結 使健康照護有更全面的把關 戴新聞 范秀儀 許英豪 台北報導 防堵非洲豬瘟的疫情 或許它能夠建立一點功效 非洲豬瘟病毒耐熱感染性又高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疫苗或藥物 可以有效抑制 中興大學今天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法 天然細片 這種無毒抗菌材料取自天然礦土 在2003年SARS期間首次發表 十多年來被運用在濃魚畜牧業 學者認為相同的原理對非洲豬瘟 可能也具有抑制防禦效果 非洲豬瘟防疫關鍵時刻 中興大學提出防禦新武器 它利用物理的方法可以去捕捉 這些病毒跟細菌 因為它們大小類似 動物經過這個試驗之後 事實上它的免疫力量也會來增強 從天然礦土當中精煉出奈米細片 利用物理補救原理阻隔病毒發展 2003年SARS期間首次發表 在沒有抗生素的情況下抑制禽流感 經過16年田間實驗 具體成果顯示在畜牧業 漁業和農業 花椰菜長得好 產量也增加 包括稻米 花椰菜在內 30多種農作物使用天然細片取代農藥 增加產量 優化品質 促進土壤富裕 學者以相同學理預測 天然細片對非洲豬瘟可能有抑制防禦效果 發表重大成果之際也大膽預測 希望對抑制非洲豬瘟能有效幫助 大愛新聞 李亞平 楊俊廷 台中報導 請留員您提供它的收回 我看其實是ánh NousMbσ 這個網站裡要測物 HK 車枝 大一台观众感谢您的收看 大一台观众请持续锁定 稍后的午餐会今天要谈 天天都要用 天天都要喝 水的一提会去马来西亚 稍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台午餐会先从天气来看起 今天台湾天气有点像夏天 高雄月眉侧的温度 已经来到了34.2度了 南台湾真的是蛮热的 而在邻近的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是位于赤道 是热带国家 常年阳光普照 雨水充沛 温度介于32到34度之间 而湿度也相当地高 但是最近却传出了好多地区 传出了一级热浪预警 一些周暑的水库也开始告急 立刻透过连线 请马来西亚主播黄兆锋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水的问题 兆锋好 家长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现场 今年2月开始受到东北气候风的 带来高温的影响 西马半岛的雨量大幅度的减少 目前至少有两个水库 是出现干涸的状况 导致部分地区停水 受影响的人数超过了2万人 民众生活在高温之下 用水量随之提升 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来看林英一根黄聚成的报道 街坊民众都喊热 天气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 马来西亚从2月到3月份 天气酷热得像烤屋 平均温度升高介于34至36度 对啊 都是在户外这样工作 就多点喝水 气温逐渐升高 马来西亚最高温度达到37度 学校停止户外活动 因为东北气候风的影响 雨量明显变少 河水水位减少 水库蓄水量更是急剧下降 可是民生用水量居高不下 无论是洗涤清洁工作 或是个人饮用 都消耗大量的水源 根据报告指出 马来西亚人民平均每天使用 235公升的净水 比联合国建议的165公升 高出太多 天气很热的时候 我就会大概冲三次凉 我只好建议孩子冲两三次 因为毕竟有时太热了 身体也是蛮热 如果冲多点凉的话 他们皮肤又会感觉痒之外 还会很痛 每年3月22号 联合国定为世界水资源日 马来西亚虽是赤道热带国家 但也应该响应珍惜水源 鼓励人民节约用水 一起为减缓全球水源危机 尽一分力 大爱新闻林立黄旭成 马来西亚报道 面对水库告急 州政府已经提醒民众要节约用水 下来省水大作战 要来看的是 吉隆坡甲洞带幼儿园的孩子 从四岁开始到六岁 老师就培养孩子 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只要人人一天省下 500毫升的净水 一个月 全校大约有200人 就能够省下超过 2100公升的用水量 水哗啦哗啦流 可曾想过一天洗手 用掉的水量到底是多少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甲洞大爱幼儿园 老师培养孩子 从小省水好习惯 我要找省水小火山 这水龙头是开得怎么样的 小小根对不对 好像一根 一十块是这样 我妈是开大根的 尤其是孩子 她的手也还很小 那她其实在洗碗的时候 那那个水太小小 像一块水这样 然后她洗的时候 比较慢 水也不会流失的这么多 学习如何省水 身体力行加深印象 老师将厨房回溯的洗米水 让幼教孩子发挥二度价值 这个水是什么水来的 那我们在中菜 给这些菜有灌溉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就是自来水 或者是干净的水 我们就去回收一些水 然后就给这一些 给小朋友拿去灌 给这些菜灌溉这样子 幼儿园近200位学生 每天如果节省500毫升净水 一个月便能省下超过 2100公升的用水量 除了省水 老师也在幼儿园节约用电 这几天特别日 所以冷气就可能会开一下子 再关然后再开一下子 所以不只是省水 我们也会就是一起来省电这样子 节约从生活开始 人人珍惜资源 才让地球可以世代永续发展 大约新闻林立黄巨城 马来西亚报道 节约用水用电从生活中做起 幼教的孩子能够做到 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接下来能把时间交给佳蓁 好的确赵峰说的对 的确这个省水教育从小开始 反而有时候大人要向小朋友看齐 他们的确是我们的省水达人跟老师了 但我也好奇 因为马来西亚 台湾的纬度比较高 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已经突破了34度 算是蛮热了 那马来西亚尤其刚提到了一级热浪 目前你们的温度在吉隆坡 大概是几度呢 而这个一级热浪预警 或许也可以更多说明 让观众朋友了解 说的加深 吉隆坡今天的温度大约是在33度 因为前几天有出现过36度的高温 只要是介于35到37度 政府就会宣布是一级热浪预警 而在西马半岛已经有23个地区 是宣布是一级热浪的预警 另外位于吉打州 就是北马的笨桶 已经连续三天的温度 是介于37到40度 所以气象局就宣布 他们是进入二级热浪的预警 加深 好的 马来西亚是不是不像台湾呢 没有春夏秋冬四季这么明显 刚同事打去说马来西亚只有热 跟更热 赵峰 您说呢 是的 刚才 这个大一台的同仁就有来询问说 吉隆坡是不是只有热 或者是更热 确实没有错啦 那除了就是因为它不像台湾一样 有四季会有比较冷的天气 在马来西亚呢 就只有就是热天跟雨天而已 所以这个气象预测在马来西亚 其实民众觉得 也似乎很像比较不在那么的在乎啦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只要我出去 我只要这个闪随时放在包包里面 就可以不用说我的服装方面 需不需要注意啊 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没有看到 这个形象的加征 了解 或许根本就不用戴外套出门 戴个伞 一方面可以撑这个雨 党雨也可以撑太阳 好 谢谢赵峰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连线报导 让我们更加认识马来西亚的天气 尤其你们真的好热 已经有40度的高温了 好的 继续来关心的是 台湾古尔院的专题报导 今天要对您来说 这个是细说从头了 我们要从历史来讲起 其实呢 早在清朝时候 就有孤儿院了在台湾 当时呢 重男轻女的观念迷信 加上当时生活贫困 渐渐的有了许多气因 北部最早的官就设在 育幼院遗址的就是 在万华的人际医院 在西元1950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家福基金会 和清代巡抚刘明船 曾孙女所设置的中益育幼院 都是超过一甲子的老字号 而随着时间流逝 台湾人的爱心 持续地增长中 我身后这块杯叫做 淡北育婴堂 这块默默立在万华 人际医院大门旁的石碑 见证台湾北部 最早育幼院的历史 华人社会里面强调重男轻女 比较没钱的 但是他又不喜欢 不想牺牲女儿 他可能上口人家做媳妇 第三种是很普遍 你看一百多年前 大概家里他只需要男生 女生没有 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要 他只好带到淡水河岸 给他堵了戏 1870年同志九年 淡水同志陈培贵 号召当地士绅捐助 设立淡北育婴堂 是北部最早官设育幼院 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合并了 北部一些社福和安养单位 成了人际堂 是现今人际医院的前身 国民政府年代因战乱 各地育幼院里的 已不全是其因 而是失户的孤儿居多 我27年 卢沟桥事变 那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 他就是发现在断眼残壁当中 有一个妈妈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怀中有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仍然有气息 所以他就把那个婴儿带回家养 那就后来就越养越多 那他就回到美国 然后去募款就成立一个叫 中国儿童基金会 1950年中国儿童基金会 也是台湾家福基金会的前身 开始在台湾成立家庭式育幼院 也是台湾第一个推广家庭式 寄养的社福机构 育幼院的孩子大概会是几种情况 就是说弃婴或者是孩子本身有缺陷 然后就被这个亲人妈妈丢在育幼院的门口 或者是医院 医院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孩子就被送到这个育婴所来 这几年的育幼院就不一样 他有这个家暴或者是受孽的孩子 或者是单亲家庭 好 然后穿衣服我们去 带帽哥哥还有骑鸭鸭哦 好 好 来 一二三 来 我们收玩具 郭佩如是家福基金会的寄养妈妈 这是她的第十一个孩子 我们要出去玩玩啊 去带帽哥哥回来哦 生完老二后 开始带寄养童 从2005年开始直到现在 就跟是买种子一样啊 对啊 种子到最后你这样灌溉 中月一天它会发芽这样子啊 估计台湾每年有2000到2500位 需要寄养的孩子 占了全国七成寄养服务的家福基金会 发现寄养家庭数正在逐年下降 2018年 目前到11月份为止 1到11月 其实我们是呈现打平而已 但在前一个年度 我们只有70个寄养家庭新增 但是有79个寄养家庭是退出的 2017年是我们第一次负成长的 台湾的出养 目前只能由政府立案许可的 收出养美和服务团体来办理 生活由养父母负责 政府不在不住 一些特殊状况的孩子更难出养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它的一生 如果说能够让 已经很倒霉 已经第一次不幸的遭遇 就生在一个不对的家庭 那让它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好好平安健康地长大 我觉得这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每个年代不幸的都会有无家可归的孩子 孩子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 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不变的 政策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民众对于收养概念的改观 也会让这些等家的孩子 更快找到属于他们的新家 提供您最新消息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顶尖路段 11点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有三辆连结车发生了追撞 还有一辆自小客车被夹在两辆连结车当中 目前已知小客车内有两人 其中一人救出送医 另一人仍然是受困抢救中 而中山高南下高雄路段 目前也是因为车祸严重塞车 时速不到40公里 请用路人配合指挥耐心通过 而就是要防堵行人的交通事故 台北市今天则是展开了 重点路口加强执法 行人沿着斑马线走 下一秒公车右转完全没刹车 这个月12号发生在重庆北路 跟中小西路口 公车搭场把行人撵过 而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 过去5年在行川县事故 丧命的就有57人 这两年开始攀升 为了降低路口事故 21号起将加强执法 根据规定汽车距离行人穿越道 必须留给行人一个车道空间 大约三公尺 但很多人不清楚规定 一旦违规就要罚1200到3600元 可以连续开罚 另外交通部也将在22号 召集六都开会 检讨路口斑马线设计 有些是往后退的也都有 所以可能会按照不同的 路口的一些路行的状况 做不同的配置 针对大行车转弯容易有视线死角 台北市也要求管辖的15家公车业者 每个月实施转弯风鸣器检查 9月底前全面加装转弯 雷达警示设备或行车视野辅助 更重要的是驾驶的安全教育训练 驾驶的安全教育这部分 我们要求业者在一个月之内要做完成 除了加强执法 提倡驾驶离让行人观念 交通局也呼吁行人 穿越道路得遵守号制 也当低头族 骂路如虎口报名最重要 在屏幕前两家民台北报导 在屏东市老眷村看见部落文化 部落青年努力倒的不是小米 是咖啡豆 德温部落种植的阿拉比卡咖啡 连烘炒都纯手工 半炒的方式 有点像炒菜的方式 一旁游客边学边炒 感受烘豆乐趣与原乡的感情 喝起来的咖啡应该就是还蛮不一样 不只把咖啡带下山 杜代珍还现场教月桃夜编织 动动手半小时就学会编手练 原乡青年杜代珍从小旅居都市 十年前为了照顾长辈返回部落 刚回部落的时候人家还会笑你 说你那么年轻你回部落 你是要给你父母养 对部落文化早已陌生 他一开始还把家中小米田全改种蔬菜 几番尝试发现小米的重要 是从一个不懂文化 然后一直到了解文化之后 就会有一些改变 然后甚至来到了澳山 也是因为这样就想要推广 我们部落的农产品 怀着复兴部落的使命 他还临诚意合伙 在屏东市胜利新春眷社成立工作室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他们的生活模式 跟我们的平北原乡的原住民的生活模式 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说去探考去结合 然后甚至可以去巧妙去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部落传统与眷村文化相遇 激荡出飘着咖啡香的炙热温度 大约新闻 陈一珍 陈立伟屏东报道 赶紧收看这一集大约五件新闻 我们再会